千年章樹 我只要竟五千年 這是台灣的長寶 這半年 這是萬年的 你就要恢復它原來的那個 森林的那個靈相 就是要長很久很久 然後牧子很緊密的 賴莎 真的聽過你好多故事 真的 你看起來好年輕 你會看起來像兄弟 這裡都重幾公頃 都重十座山 十座山 所以你種這手以前 這是果園嗎 這是果園 這是果園 現在都延伸種的手 對 人家都重大 半年至少都重大 是 這個還會長大 還會長大 這個算是又比較是 聽過五千年 我這要種五千年 這個三十年 這個兩百年 這個五千年 這個五千年 這個 這個 這一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所以我這樣說 我們做我的劫力 因為我個人個人 宿小 五一台 因為我個人個人 要打造一個舞台 影響更多人 厲害 太厲害了 我希望 要改變才能 去到一種的方向 所以我領導 三大政策 不侃華 不買賣 不傳足 小賴先生有講啊 他說他小時候 就覺得很不能諒解 爸爸為什麼 每天到五代 他剛才說 他已經很諒解了 而且他是 非常非常的感謝 跟尊敬爸爸 經驗見證 樹水的時間慢慢開始長大 大概十多年以後 水 回來了 在三根三的那個交界處 水自己湧出來 那水回來了 森林是水的故鄉 水是生命之餘 開始一些浮游生物 鳥類 爬蟲類 人等 生態變得越來越豐富 三重原本的 黃色並綠色 然後黃色的時候 沒有聲音 沒有鳥 沒有生態 沒有生命 連吹來的風都是熱的 可是你看我們現在 就在這裡 那麼舒服 然後又有這麼好的空氣 原因只有一個種樹 這樣要讓他站著直 對 他就要散 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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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攪拌有沒有攪拌 先年張樹 重樹 不是重樹 它真正影響的是我們對生命 對環境的一個辦法 先年療育 很簡單 我們現在來這裡是最安全的地方 對 對 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的觀看 喜歡嗎 喜歡的話 請訂閱 並且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我們會釋出更多的獨家內容的影片 敬請期待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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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